不止條件 立即退選 立即退選 唐約市議會國民黨團大動作開記者會 要求林志堅退選 論文抄襲事件延燒成為全國焦點 年代讓林志堅好感度也暴跌 根據網路媒體分析 林志堅的好感在宣布不選大新竹市長時 有0.89 但今年接受徵召後就下降到0.47 論文爆出抄襲 再大幅滑落 謹慎0.26 還沒有完全證實說 是大量的抄襲 而且他有做提告的動作 表示他應該也是有證據 證明他自己 他沒有做這件事吧 第一個是新竹球場 第二個就是他的論文抄襲的風波 我自己的市民 加上是一個球迷來講的話 對他的 對他的 期望是滿失望的 民眾有人失望 也有人無所謂 不過網友早就炸鍋 林志堅的臉書粉專 已經被灌爆 就連總統蔡英文去留言打氣 也被底下網友嗆 猛酸林志堅超好超滿 堅守自盜 難道林志堅年輕帥氣又誠懇的形象 已經一系崩壞 藍軍攻堅所產生的一個說服力 他是大於林志堅在澄清過程中間相關論述的一個說服力 如果林志堅一直陷在那泥澇裡面來說的話 對他的一個選情會有相當程度的一種衝擊 網路上林志堅超跑達人的梗圖到處流傳 國民黨論文門攻勢奏效 不過距離投票還有四個月 林志堅跟民進黨能不能化危機為轉機 國民黨除非後面還有很多去攻擊林志堅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如果國民黨日後除了這個案子之後 就找不到能夠強力攻堅林志堅的一個失利點來講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案子就變成是一個單點的一個概念 那單點的一個概念要影響整盤的一個選舉的一個結果 可能就會有相當程度的懸念或是利有未待 抄襲風暴重創林志堅的人設與形象 該如何重新取得桃園民眾的信任 將是林志堅及其團隊選戰成敗的關鍵 華語新聞送據李鼎強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